但我曾經淡淡的 她有拿錢回來嗎 拜託 她刷卡刷爆了 不是 那養小孩 妳婆婆怎麼養小孩 我婆婆就是親戚朋友到處借 尤其是我公公的什麼什麼 哥哥啊 弟弟啊 姐姐啊 都被借光光 所以那邊的婆家 其實是一直很不諒解我婆婆說 覺得我婆婆好像 把這老公給搞成這樣 當時那麼能幹的一個人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後來這些年慢慢才知道說 哇 是妳自己的兄弟外面 然後根本就沒有回家 是放給這妹在拖 後來才比較可以理解說 這個嫂子其實是辛苦 很辛苦 但我也問過婆婆說 那既然這樣子 我講話比較直 喔 媽 妳長那麼漂亮 就對很多人很喜歡妳的 所以就一個清楚明 我不敢直接講離婚兩個字 一個清楚明白嘛 人生還有很多的美好 可以去追求 我婆婆這樣悠悠的講了一句說 我在想說就嫁出了 如果有一天我們真的 回去的時候 我們是要回去這邊還是要回去那裡 靈魂要歸何方 那邊不能回去 他覺得說娘家是 女生有一種莫名的觀念 覺得說我是潑出去的水 潑出去 那不管好壞 你就自己去承擔 可是做媳婦的 對婆婆的這種 跟公公的恩怨情仇 我覺得也不要太認真出來 因為我覺得我們 剛結婚每年會回美國 做媳婦的時候 我就回去大概 還沒有生小孩的時候 我們都有回紐約這樣 我婆婆就說 我說你怎麼手 指甲是淤血的這樣子 她說被我公公的 因為她手還沒有離開 我公公就關門夾到了 我說蛤 怎麼夾成這樣 他們跟你對不起 她就說 她覺得愣愣的看我 她為什麼要公公 我後來才知道我公公是不對不起的 當然 你要這句話跟你公公說對不起 她從來不說對不起的 然後 她對她老婆也不會說對不起 然後結果我就說 蛤 哇 她說天好冷喔 那個又這樣很痛 我說那你一定痛死了 她說對啊 每次去China Town買菜 都是我一個人在提 我手這麼痛還要提那個菜 因為呢 停停車的話 那個Mahatton很貴 停車費很貴 所以公公都是在車上等 然後到了之後 如果警察來還可以走這樣子 所以她都在車上等看報紙 都是我婆婆去那樣子 然後她就說 她多可憐多可憐 聽了我都想要流眼淚了 你知道嗎 我們剛剛開始 跟這個家庭生活 我們不懂 就用原來的思考方式 我說跟她離婚 我養妳 婆婆 大忌 我的結論 我聽完我覺得我可以解決的方法 我們就 我們忘記 我們只是聽人家清楚 我們會忘記說 不需要我解決 我後來知道 我想跟她離婚 這種男人跟她幹嘛 我養妳 然後 婆婆 從此我婆婆 再也沒有跟我抱怨我公公了 再也沒有了 後來我婆婆也是跟我交代說 有一天我男生 這個方法好 跟她離婚後來就不跟你講 再也沒有跟我抱怨 來…我們先休息去玩家 這個可以請教一下廖老師 因為像我看新聞的發展是 王祖良看起來還算孝順 還滿聽媽媽的 爸爸的話 因為那天 不知道她媽媽她不敢 說讓妳交代親父母 對 很多人說子女要嫁的時候 都要嫁孝順的 現在好像剛好相反 要嫁不孝順 不是 現在要孤兒 要孤兒 然後沒有其他的家類 有財產 就是這樣子 我跟你講坦白講 我是覺得以前大家也會覺得 那種標準怎麼衡量 一個孝順的人 他一定是個好人 對 起碼知道忠孝人義 這種東西對不對 可是我發現很多孝順的人是 我對原生家庭的依戀跟依賴 就是我的孝順 其實是一種某種依賴 我父母的話我完全聽 我太太的事我完全不管 你知道有時候 嫁給孝子很可怕 我有一個朋友 嫁給孝子很可怕 我說的孝子是那種 只管他家裡人 不管你的這種人 其實很多老胎人 老胎的男人都這樣子 真的我不騙你 譬如說那個 我有一個朋友 他跟一個攝影師 抱歉 他職業是攝影師 拍拖了七八年 對方都沒有要娶他 有一年突然跟他講說 那我們結婚吧 為什麼 因為他那天要去 中國大陸去工作 他寡母要靠這個女的 因為常常要上醫院看病 慢性病很多 要叫這個女的來幫他做看護 跟照顧所有生活 跟他結婚 然後他結婚以後 我說你這樣還要結婚 他說已經跟他在一起那麼久 結婚以後 長年丈夫一年回來幾次 他等於守活掛 就是當台傭跟家看護家 什麼所有 照顧他那個婆婆 他婆婆八十幾歲 而且不用你薪水 沒有薪水 對 就是這樣 你看一段緣分 如果一個女人被拖住七八年 十年以上 那就離不開他 為什麼要家人 我就跟他講 我說你要考慮 他根本不聽 沒有辦法聽 就像每人叫他婆婆說 這樣子 人家根本是另外一回事 對不對 我跟你講 遇到我這種媳婦 真的也是可憐的婆婆 心臟藥很強 我跟你講 真的 你說那個婆婆三十多歲 三十五六歲 跟那個男朋友七八年了 對不對 你沒計 三十五六歲 人家好不容易說要娶你 所以我們要怎麼去觀察 這個是不是過頭友好 其實真的可以觀察得出來 你有時候碰到一點糾紛的時候 他一定罵你 這是我媽媽怎樣 他一定罵你的 這種事情 其實很多人都會有 要怎麼講 其實很多人到老 來到很久 其實兄弟姐妹對他 其實沒有那麼好 有些人其實不會這樣 但有些人就特別的 對他很好 是 李浩瑞 再請教一下巡迴 因為有人講說 日本的無性夫妻 上次我們不是有講 說有七八成 他說其實台灣跟日本很像 只是幾成沒有人調查 這種每天在一起的夫妻 好像又感情又不是很合的 其實或者有一些人很合 可是也把他當成家人 所以他們說 好像跟家人做愛上床 是一件很怪的事情 你問卷是不是應該先問立鴻 沒有 沒有 這針對最後一點是不是 沒有激情就是了 已經沒有那種 年輕的激情了 就是比較不像情人 情人的話會有激情 會有浪漫 那你會為他 製造一點他開心的事 可是你變成家人 就像我們平常對家人 都理所當然應該的 快點啦 時間到了 快點啦 等一下我要出去 你媽還是你 我媽啦 你說這樣會有樂趣嗎 對啊 唉唷 多減輕 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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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不餓就好 你現在跟他吃不餓就好 真的有那種 就是感覺上他是個家人 跟他做愛是不可能提起性質的 至少我覺得有一些夫妻 就個別性來看 有些人真的會把情人跟家人分得很開 對 如果我們以照 我不是那麼確定 但是我印象中 像英國社會 他們就會覺得 欸 太太是太太 情人是情人 對 他們維持某一種家庭的運作 因為家世分配嘛 然後我們是家庭共同事業的 一個合夥人 那是家庭運作 你要讓他儒長運作 所以需要太太 對 然後很多事情 我不一定要跟你做 但是你要激情的時候 要找外面 就是樂趣啊 然後那個享受啊 激情啊 就會找外面的 不可以 可是我現在覺得 可是我現在覺得 可是我印國看起來比較人性 對啊 別忘了不只是男生 女生也一樣 我現在覺得 在我們國內 其實很多年輕的世代是已經 剛結婚一兩年兩三年 就沒有性了 因為他們之前做太多了 然後到結婚以後一兩年 就慢慢慢慢會說